这要直接上了吗 焦阳一马当先 焦阳有点危险啊 看一下队友上去 直接过来一鼻子 冲冲已经被打下来了 是的 握座位 小童补枪成功 但是连续掉了两个人 这里 静点天路二打一 看这个一个能不能拔掉了 哇 这个反杀 小童 很猛很猛 突然打成一个军事 而且甚至有优势 因为他们是能服一个 对 人在静点 不过现在天弟弟 他去拉车到静点以后 有一点危险了 时间来不及 雷雷雷 双方互相补人 CC108被补掉 那焦阳这个位置 先在车后趴一趴 等一下队友 是的 爆破 这一手抛背道 小童这里刚刚打了药 他就直接拉出来 那个血量还没有顶上来 但感觉 DT这里要先被淘汰 他屁股后面还有一个CTG 他要全吃 可以过来一几了 对吧 没有想到突然半路 出现了这个插曲 然后CTG成为场上 就是初期 受益最高的一支队伍 真的 他顺势可以控一下 就是依旧从南边过来的DMA了 就获取这个信息 最近黄一鸣去改去打四号尾 应该补给不是问题 多开点枪 就造成一副 声势很大的样子 这里石器是在跟巨幅 在这个找着地的边缘的房区 发生了一个冲突 直接打了一个 顺势把小五弟弟给围了 小五弟弟这边落地先接了一个 残血想过来补 那这样一打的话 感觉小五弟弟 其实又想把今年的补了 还好 这边石器的补强非常快 那问题不大 应该是能救的 感觉哪补人 好像 好像 注意他们接下来的一个发育 其实还是不错的 还可以 嗯 哦 猫三走到了旺仔的脚下 由这个看记录性的 哎呦 开门 他其实正好背了一下 他完全不知道 这头顶上有个旺仔 你看到那个动作 是的 因为他知道的话 那个门的朝向 他肯定是先往右边看一下 对不对 是的 迷茫啊 猫子上来很迷茫 没想到 猫子好像完全不知道楼顶 有人 嗯 嗯 SMS在找的地也是跟 悟空碰上了 悟空刚才是有调过一个人的 被拒服 对很主动 现在只剩下了皮革男啊 哦 没有了 SMS 直接淘汰掉了悟空 结果人数上也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 577有点危险 我就想说 577的背身有一个换身 完全没有想到吧 哇 三个人往前顶留了 一个人断后 你只要开枪就有机会打 最主要是什么呢 牛海比从这里已经出了三辆车 哦 头顶 啊 他应该要来这 这位置也有人 这位置有人的 哇 AZ一枪把小鹿给打下来了 是的 而且经典过来的小海的话 也是一个残血 直接被捕 好危险啊 这个位置其实盲撞过来的话 基本没有什么 就是很难成功 只能说再找一些得分的机会了 对 这两个人的话 稍微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打 还是一个来 巨幅之前是调过人的 所以说他在这里恐怕也比较难 三打二 要攻这个地下室有机会啊 只能说 是的 主要是福安的房 硬攻的话 嗯 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等个圈 我觉得可以等个圈 道路太窄了 先站一站吧 收了 确实是这样 因为你现在去攻他的话 有可能 好的 北边的话 牛海皮和SMS这一波架 看一下 站位 明明先被放倒 地形对于牛海皮 放在篮球里面也是很聪明 嗯 他这个位置全部在那个底坡 队友想上来打 补枪位都不敢上来 没有任何的掩体 啊 DT这里是出手 等于间接帮了一下 牛海皮 嗯 牛皮只剩烤鱼了 但今天两个人兄弟都倒了 万全想来扶 过点 这波很关键 打掉的话 对方的救不了人 啊 SMS这里还是成功 拿到七个淘汰 可以啊 主要是这些防具的话 其实其他人想抽 还是会 有点难受的 会被抽 会被乱抽 嗯 定型让RBS也很痛苦啊 天山脚 头顶上几个大哥都站着 做一个 Summer 在前点 被打掉了 啊 被SATA摸掉的 原来 SATA又拿一分 我感觉是被溜的 有 嗯 5点了 12月先被放倒 什么度 先拿了个先手 直接过来摸 漂亮 我这一瞬间 其实打得还是挺快的 另外三个人的话 守住了 来找SATA的 嗯 这样一来的话 MCC掉一个兄弟 拿四分还凑了吧 可以 能接受了 嗯 那等会MCC就得 扮演巨幅 刚才角色去打4M 对 然后巨幅一看 这边的动静 自己也要上了 是的 呜 哎呦 这个手位扎的DDT 倒一看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高兴好像看到了 哦 烧倒了61 哎呦烤鱼 烤鱼现在如果他他再拿一分的话 就已经拿到8分了 对啊 哦可以 大概率是他的 对大概率是他的 没人过来 嗯 是的 是两个兄弟 平常的防徐的人 这个时候4M和巨幅也都在看这一篇 反应过来了 CTG临墙想要换分了 哦 哦呦 林墙 这里其实CTG也只剩下 王沙沙哦 被隆总拳级别是拿了2分 直接对 直接爆头啊 淘汰掉了CTG 打架NZG其实看看这个缩圈速度啊 扶起来 扶起来其实路线也很少 不离他进去的路线 也就是跟封卫苗打架 对 过来移 哦哎 许生这里被移下来了 牙皮这里还在扶人 天巴站住了脚跟 脚后跟 不是 哦龙东拳再打一分 哇今天龙东拳状态很好啊 啊 上场了以后我感觉状态都拉满了 真的 到了机后再直接看有没有要不要来个爆发 比赛前的那句话是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 就是他说以前 努力可能没有回报现在努力是有回报了啊 对 这两个人其实在 把MZG消耗的包括之前CTG的话也是打得很惨啊 FM现在 小灰 我有这一波应该是看到 同时就没人就北边基本上被打空了 然后他可以远点去抽把了 灰灰被放倒了小北 小北被小伟 祥子一颗火 一个个房子渗透 但是这边过点有点危险二楼的窗口 哎呀龙智诚 值得信赖的队友 值得信赖的队友 哎 对方是没有投的 还能继续秀吗 高的V那边又打赢了 他能有人上楼梯了吗 我好危险好危险 对于我过来帮你上 等高的V来 我这两个人小配合 黏住啊 你就是360度无无死角旋转 扫射 来自然天霸近点双方是各岛一人 我有旺仔 旺仔 来出手小心远点的枪线啊 龙四哥拿来把没空 对 来啊出来对枪啊 龙四哥 龙四哥 哦但是Peryl这手拉出来 不要给龙将军机会 是的 小左也有把没空 装备很好啊 买龙一个手雷成功破点 龙四哥在 蓝圈边缘 这个位置很危险 打一个 没事 我老马 抱起来就走 对Peryl这边人多 他也是在抓机会嘛 烤鱼这边甚至吃了一点南圈的伤害 啊 有没有队友过来支援 过来 过点 哎第一波 打一个 这个时间点掉一个人 头顶上兄弟 火烧出来了吗 没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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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烧到的话有机会去扶 而且这个时候 是的 你先银补好了以后直接冲进点了 这个难度却这点高 一颗手雷是把龙虎腿给炸倒 原点马龙虎出手是把你素九连打逮捕 是的 现在时期已经想通了 就这个时候你指的一波没有能够点掉 有点可惜 哥德鱼还能扶 哎呦被AZ一枪敲倒 好 直接往上冲 而且现在就会走了 他等于是把这个决赛圈稍微提醒一点 但是这个手雷很准 老马 炸掉了 实际上以后就小鬼这里也很 火力上面有比较大的差距了 再一个雷 小鬼也是被炸倒 李克勒斯特最后一人 暴力火候输出 5人 哎呀没补着 恭喜Pero是8个淘汰吃鸡 一上来啊 这第一局 其实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这个圈形 也是给到了Pero很大的一个优势 有点 是 好 我说的